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其场香 宝香飞猎手 潮汐字细升叠蝴蝶玉龙 台 旗藏16 生侠2 蝴蝶4 飞猎手1 潮汐2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其场香 宝香飞猎手 潮汐字细升叠蝴蝶 好,那 这一批我们开局来到 玉龙台右下角这个锚点 那到这里之后 把尸条转到我们的西方向 地图左边 从这边走过来 从这里的石头啊 这边石头这里跳下去 跳来之后我们再回头看啊 这边这里有一个 朴树奇藏香 愁劳之外的时候 拿到这一个奇藏香 然后往西北方向 地图左按角这边走 好,注意看我们右手边 右手边这里有个石头 石头上面有一个基准 基准奇藏香 很好用找 拿到它 然后再继续往西北方向 地图左按角这边走 这里有两个NPC 一个叫浩白 另一个没有名字 旁边这个石头的背后啊 这里一个朴树奇藏香 拿到 拿到这一个奇藏香 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里有勾着勾上来 勾上来之后 在这个平台上啊 右手边看 这里一个朴树奇藏香 拿到它 然后它之后 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抬头 上面这个勾着勾上来 好,勾上来之后 我们往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这边往上爬 好,这里爬到这一层啊 往右手边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再往上爬 好,这里爬到来之后 往我们右手边看啊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有三个石头 把这三个石头给它砍掉 好,砍掉之后 出现一个基准 齐藏香 拿到 拿到它之后 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 呃 细生碟 这里摸 摸 摸一下之后跟着它走 好,那走到这边 又有一个挑战 挑战旁边有几个箱子 把这几个箱子给它砍碎 几个箱子砍碎 里面一个朴树奇藏香 拿到 拿到之后 旁边的挑战做一下 好,这边是 射箭的 棒先交给我吧 好,打把 打把挑战 好的,打完之后 出现基准 其他箱拿到它 拿到它之后 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鬼 给它送到位 细生碟 给它送到位 送到位之后 我们再把赤条 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在这个龙头的肩上 有一个生瑕 有一个生瑕 背到中间 好,过来拿到这个生瑕 好的 拿到这个生瑕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从这边往上走 这里又要爬山 从这里爬上去 好,上来之后 往我们走左边看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走过来 这边有一个透台 点击激活 激活到这边 会发出几个钩子 跟着钩子一路勾过去 这里是一个基准起山箱 物尽其用 拿到之后 我们再回去 再跟着钩子回来 好,这边是这个 这个什么 四岩碟的一个解密 我们来到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这个四岩碟 这里 点击获取四岩碟 往旁边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不知道什么东西 往这里带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把这个 炸弹给它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再回头北方向地图上方 把这边这个 荆棘 烧掉 里面又是一个四岩碟 获取 然后过来把它炸掉 炸掉之后 西南方向地图出来 这边点击获取 然后上来 把这个炸掉 里面是一个 精密西藏箱 诶 有机会派上用草 好的 那这里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这里有一个 这个叫做 细生碟 摸一下 摸一下之后 我们往北方 东北方向地图 把这个炸弹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来摸这个 西生碟 然后前方的这个 这个什么 经济烧掉 烧掉之后 这里它自动这个什么东西解锁了 我们再看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来敲一下这个 敲一下之后 我们先摸一下这个西生碟 摸一下西生碟 然后在宝箱旁边这里敲一个 然后旁边又是一个 一共四个全都敲掉 敲掉之后 宝箱解锁 起糖香 拿到起糖香 精密 基准起糖香 然后再继续来摸这个 西生碟 好的 它到位之后 拿到奖励 拿到奖励 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上走 好 那一直躲下来 这边是一个解密 这个解密的话 我们去到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这个 叫做 无序秘方 无序秘方 然后我们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它这个是这样的 地上有两个箭头 地上有四个箭头 有两个亮 有两个不亮 亮的就是说代表着 你从这个方向给它砍一刀 它就会往 那个方向走 不亮的你砍它是不会走的 然后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让它走一下 再跟着它走过来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让它过去 接着 接着再走过来 往西方向 西方向 这个西方向地图左边 A一下 再走过来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A一下 好的 然后我们再走过来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A一下 再走过来 这里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再A一下 好它过去之后 这边的奇藏箱就解锁了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箱 拿到之后我们再 绕到这根柱子的背后 好绕过来 能看到这边是一个 潮溪之仪 也是打怪的 来打一下 好这里我们打完怪之后 过来 拿到这个奖励 潮溪之仪的奖励 拿到之后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到旋海边 直接往来跳 好的 打开 散意 往前飞 这里落下来 落下来在解释怪旁边 这里有这个细身碟 给它摸上 带小 好拿到奖励之后 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 主要在脚这边 是一个阴障一的挑战 来 启动 打怪 好那我们挑战完成之后 出现一个精密奇藏箱 给大家捡起来 酬劳之外的收获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 左边这边走 好 走到旋海边 然后在前方的柱子上 有细身碟 摸一下 好这个到位 然后在西南方向地图左摆角 这边这里 这个石头上 又是一个细身碟 该带上 你带回去 这个到位 然后西北方向地图左摆角 这边这个水中央柱子上 带回来也拿到这个精密奇藏箱 有机会排床用 拿到说往东方向地图边 左手边绕一下 这边在岸边 这边在岸边 这里有一个河豚挑战 这边在岸边 好 点击开启 好的 然后这里是 不能撞到这个 叫什么 不能撞到它的障碍物 好 好挑战拿成 然后旁边是出现了这个精密奇藏箱 过来拿一下 酬劳之外 拿到这个精密奇藏箱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翼 来清一下怪 好的 那清完怪 来开启这个 潮汐之翼 拿到奖励 好 我们拿到奖励之后 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对面那个平台上看啊 上面有一个叫非猎手的东西 那个东西的话 你如果靠近它 它会跑 那我们的目标是把它打掉 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 你让它逃脱的话 它会消失不见 消失不见了的话 要么我们就下线上线啊 它会重新出现在这个位置 要么就是跑远一点再回来 它还是会重新出现在这个位置 这里我们要动作快点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游过去 我上爬 爬上来 A他也到 这边A掉之后 都会获得这个奖励啊 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有一个细声碟 这边这个石头上 有一个细声碟 上来摸一下 之后跟着它走 这个石头里面是一只怪啊 好 这细声碟送到位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图顶上爬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直接玩爬 爬上来 左手边这里有一个解密 这个解密 呃 一共是五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是解密叫做加密分区啊 我们直接给它捡起来 捡起来 然后 给它放上去 意思 意思旋转 它可以旋转啊 好 这个丢这里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丢这里 旋转一下丢这里 第三个 第三个随便丢啊 随便丢个位置 第四个 也是随便 随便丢 它只剩下就三个 三个点啊 就那个要丢上去啊 丢上去之后 这个宝箱 这个奇唐箱 解锁拿到的 出外的时候 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往上走 这边走上来 这个凤里啊 这个夹凤 夹凤里面 这一个朴素奇唐箱 拿到 拿到之后 这里的话 你们可以上去开一下锚点啊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爬上去把锚点开一下 好 上来开了锚点 好 那开了锚点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啊 这里对不了成就说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 大家拜拜